為了要來提升努居工業區的 所用效能和環境評級 台南市政府今天就是 本領了1,500萬的優勝 結果要來進行這個 7位工業區的均勢改善 希望透過不斷的融化和開發 可以做企業優勝的設定環境 為經濟來組立更加多的動力 台南市工業區的土地面子 超過7,100公斤 正對老過的工業區 台南市政府持續本領的優勝 進行均勢維護 今年土邊的1,500萬的優勝 有夠進行7歲的工業改善工程 113年編了1,500萬元 來做老舊工業區的更新 更新的項目包括道路造明 還有水溝的清淤 還有新設道路的跑鋪等等 那除了金發局本身來做這些 編定工業區的改善之外 我們也納入公所所俠管的 都市計畫的工業區 那今年我們補助了三個工所 包括夏營還有山上等 去做一個道路的改善 為了要在高雄大學的運用 市府中優先 簽隊已經編定的工業區 進行公共實施的改善 包括道路修正 白水系統精神在合目 經費來玩 除了透過市府變得有算 而這支方向中央政府補助經費 來由發展的方向 從108年到113年 除了市府的預算編列 有將近1億元之外 我們在向中央爭取 也爭取了將近4.5億元 那這些4.5億元的更新裡面 除了剛剛講的一些基礎設施之外 我們也加了智慧的監視系統 那還有那個無水處理廠的設備的改善 這些目的都是希望在 廠商在工業區裡面的那個 經營環境可以更好 未來市府除了汽修推動工業區的補免 才開發 也會針對老國的工業區做優勢 會進出的沖沖創著優勢的環境 在這什麼一起進戶才會沒有的